Bonjour de l'amour, bon fin de l'amour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十课 学习第十课之前呢 我们了解一些关于法语的知识 法语来自于印欧语系 印欧语系呢 又分为热曼语族和罗曼语族 热曼语族的语言代表呢 就是英语 而法语呢 是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 如果你懂英语呢 对学习法语是有好处的 当然你学习法语 学到一定的程度 对学英语也是有好处的 英语29%的单词 直接来自法语 不过呢 有些读音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大笨了 桌子 字母完全是一样的 不过英文读成table 法语读成double 另外我们要了解一下 欧洲语言学习统一标准 有六级 R1 R2 B1 B2 C1 C2 R1 如果我们念完了呢 大概日常生活对话是没有问题的 念到C2呢 如果学得好 据说可以达到母语的水平 这个就看情况吧 看大家学习的情况 状况 好了 咱们今天第十课 第十课的内容是什么呢 三组动词 第一组我们称为规则动词 以R结尾的是规则动词 不过有一个例外 比如说 Ale 就是go 就是去 Ale 是例外的 但是基本上 Ech结尾的都是规则动词 比如 Bachle 说 Tawai 工作 Ech结尾的 这是规则动词 那第二组呢 也是规则动词 以R结尾的 就读成 Ech Ech结尾的读成 A 比如说Bachle Ech结尾的读成 Ech Finish 跟英文很像 结束完成的意思 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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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选择 跟英文也很像 选择的意思 Chase 我们再看第三组不规则动词 比如说Fech Ech Avoir Avoir是有的意思 Ech是是的意思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规则动词 我们上次已经学过的Bachle Bachle 把Ech先拿掉 留下一个字根 就是Bachle 然后呢 后面又加什么呢 E-E-S-E-O-N-S-E-Z-E-N-T 这个要记住的 E-E-S-E-O-N-S-E-Z-E-N-T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会是这样的 J-Bachle J-Bachle I-L-Bachle Nu-Bachle Vo-Bachle I-L-Bachle 好了 下面一个是A-B-D A-B-D E-R结尾 它也是规则动词 所谓规则动词 后面加的都是 E-E-S-E-O-N-S-E-Z-E-N-T 就是都是这么加的 这个叫规则动词 A-B-D 就是居住 我们看后面 J-A-B-E-T J-A-B-E-T E-S不发音 I-L-A-B-E-T 这里有联读 它住哪儿 I-L-A-B-E-T E-L-A-B-E-T Nu-Za-B-E-T Nu-Za-B-E-T-Ong 不是Nu-Za Nu-Za-B-E-T-Ong 联读 后面还有B-E-T-Ong Nu-Za-B-E-T-Ong Vo-Za-B-E-T Vo-Za-B-E-T-E 不是Vo-Za-B-E-T 是Vo-Za-B-E-T-E I-L-Za-B-E-T E-L-Za-B-E-T I-L-Za-B-E-T E-L-Za-B-E-T 好 这个就是第一组的规则动词 我们一起读一下 J-A-B-E-T J-A-B-E-T I-L-A-B-E-T E-L-A-B-E-T Nu-Za-B-E-T-Ong Vo-Za-B-E-T-E Vo-Za-B-E-T-E I-L-Za-B-E-T E-L-Za-B-E-T Vo-Za-B-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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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他们是 好,我们再来一遍 我是 我是 你是保罗 你是保罗 她是 女的 她是 她是 Vos êtes Madame Falco 你是 Falco 女士吗 Vos êtes Madame Falco 你是 Falco 女士吗 这里其实也是 敬语 您是 Falco 女士吗 Vos êtes Madame Falco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Je suis Juée Ille Noussomme Vos êtes Ile Song Ele Song 那些念得很快的人 他就会念得很快 因为常常念 Je suis Juée Ille Noussomme Vos êtes Ile Song Ele Song 他们会念得很快 当然你可以念得很快很快 就牢牢的记住他 什么时候我们要省音呢 要节省 省掉那个音节呢 Rabit 是Rabit 但是Ash 是雅音不发音的 所以A和R 它都是原音 它就要省略一个 Rabit 这就叫省音 省掉一个字母 省音 然后L La G R N S S 这一些常常会省音的 比如说S S 加A 就变成S 上面会有一撇 或者说有个逗号 或者Sie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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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会有 一撇 Ju Abit A Bitgang Bitgang就是北京 不过你跟 有些法国人说北京 他还不明白 但你说Bitgang 他就知道是北京了 Ju Abit A Bitgang 我住在北京 Ju Abit A Bitgang 你住在北京吗 No Ju Abit A Bahe 我住在巴黎 Vos habite A Lyon Vos habite A Lyon 你住在 Lyon吗 Lyon是法国第二大城市 第三大城市是马赛 第一大城市当然是巴黎 大巴黎 Vos habite A Lyon Vos habite A Lyon 好我们来读一下 Ju habite A Bitgang Non Ju habite A Paris Vos habite A Lyon Non Ju habite A Marseille 下面我们看一下 Ablé Ablé 就是我名叫什么 名字 名叫什么 所以 Je m'appelle Ju d'appel Il s'appelle El s'appelle 请大家留意 这一些我们都学过了 今天我们把这个全部学完 Nunu 不是S Nunu Zablon Nunu Zablon Nunu Zablon Vos habite Nunu Zablon Vos habite Il S'appelle 后面又回去 读音是一样的 Ile S'appelle Ele S'appelle 好我们再来读一遍 Je m'appelle Ju d'appel Ile S'appelle Ele S'appelle Nunu Zablon Vos Vos Zablé Ile S'appelle Ele S'appelle Ju d'appel 我们也要学习几个句子 短语 Ges Ges 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Who is this 有人按门里 要问 Ges 你是谁呀 Who is this 你是谁呀 反过来也可以说的 Sigi Sigi 你是谁呀 Gi就是who 就是谁 Ges 也可以 Ges Sigi Ges 都是你是谁呀 Ges Sigi Ges 都可以说的 我们看这个人是谁 Sigi 他是谁 这个男士 帅哥是谁 在搬弄他的领带 C Marcon C Marcon 他是马克龙总统 S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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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n Sigi Celine Sigi C Falgo Sigi C Alice 如果你介绍一个人 你可以说 谁是谁 这是 C Lin 你说这是Lin C Lin 介绍 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 C Alice 然后把C放前面 就可以介绍一个人了 C Marcon 有时候呢 有人会提议说 周末我们去什么地方玩 好不好 你说为什么不呢 意思就是可以呀 同意呀 那你怎么说呢 Bur Gua Bur Gua Bur Gua Bur 为什么不呢 Bur Gua Bur 意思说 为什么不呢 Bur Gua Bur 就是我同意呀 可以呀 Bur Gua Bur 有时候 有件事情 你像叫别人改正一下 别人说没办法了 改正不了了 就是这样了 怎么说呢 C Gom S C Gom S 就这样了 没办法了 就是这样了 C Gom S 有时候我们说算了吧 随他去吧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Less Do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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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算了吧 随他去吧 Less Dom B 算了 随他去吧 算了吧 Less Dom B 有些时候我们说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吗 这个老佛爷真的被打劫了吗 真的吗 C V 这是真的吗 C 是的 这是真的 好 我们再来一次 G S C G C C M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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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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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 Dom B Less Dom B C V C C V C 好了 这就是今天学习的内容 我们多多练习做到脱口而出 大家越学越好 继续加油 努力按时完成作业 祝同学们学习愉快